第五个是相信固守跑台可以保得住台湾 我已经讲过了台湾的军人不能打仗 台湾的军人只有27万 前五天就会死掉12万 怎么打 美国国防部评估台湾的空军只能打45分钟 请问怎么打这个仗 所以相信台湾可以固守保卫台湾的是笨蛋 然后第七个笨蛋是相信美国来救我们 美国人已经公开说 我没有救你的义务 美国已经讲了 美国国防部大员2005年9月19号 他的大员Rose已经讲了 美国没有义务防卫台湾 好第八笨 相信美国是我们的朋友 我才举出历史给大家看 历史上面 哪一个国家用军舰向台湾开炮的 美国人打台湾的原住民 哪一个国家帮着日本人把台湾隔让的 美国人 哪一个国家用飞机轰炸台湾的 是美国人 台湾人不要忘记哦 这些记录都是美国人造成的 所以我们才想想看 美国人可靠吗 美国人也不可靠 这就是告诉大家 你相信这些东西 你就是笨蛋 就是笨蛋 然后呢 我最后讲 第九个笨蛋 就是相信自己不是中国 今天台湾啊 这个高小把戏 我们是台湾 他们是中国 已经不叫大陆了 那个中国 我才说 如果你是台湾 他是中国 你这样设定的话 对不起 你也不是台湾 台湾不属于你的 台湾属于谁的 台湾属于中国的 什么人这样说的 你的美国爸爸这样说的 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邦交的时候 说的清清楚楚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你不承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台湾也不属于你的 他属于中国的 也不属于你的 就好像老子 那个那个故事一样 中国古代的老子 他的跟班叫许甲 甲义丙丁的甲 有一天许甲 不干了 跟老子翻脸了 你给我钱 我要走路 你请你遣散我 这老子 手一指动了法术 这个许甲 浑身就变成了一个 骷髅 都变成骨头了 就许甲一看 自己变成了 骷髅了 才大彻大悟 原来 我不承认老子 我就不是许甲 台湾就是这样子 你不承认中国 你就不是台湾 你只有承认中国 你才是台湾 所以这就是我说 第九个笨 就是相信自己不是中国 第十个笨 相信蓝绿 以为台湾 有蓝色和绿色的不同 有国民党跟民进党的不同 是错的 我跟大家讲 我们以为选出来 过去八年的台北市市长 不是蓝色的吗 不是国民党吗 不是马云九吗 我也那么多的证据证明了 马云九在配合吹吹饼 你要干嘛 我就配合你干嘛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台北市银行 不是吗 全日饼要把这些银行 财团化 卖给资本家 马云九 配合 把台北市银行给卖掉了 不是吗 美国在台协会 就是地下大使馆 规定 要 说我们要 重新盖个房子 要块地 全日饼 马云九 给他一块地 多少钱的地 我告诉你们 八十亿的台币 八十亿台币 接近二十亿的人民币 给美国人这块地 还送了两亿台币 帮他盖 美国人给了 一千万美金 租 这块地 租多久呢 九十九年 清朝人跟外国定的 不平等条约的期限 九十九年 陈水扁跟马云九 都干这种事情 请你告诉我 还有蓝色和绿色的不同吗 今天选出来的 所谓蓝色的台北市市长 郝龙斌 他不是在绿色的政府里面 做他的环保署署长吗 哪里还有蓝色和绿色的不同 所以我说 我这个广告登出来 告诉你们 凡是你们相信这十点的人 通通是笨蛋 这个东西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